大家好,我是班达老师,欢迎来到本期大说观察,来观战一把S1速散 先知机球小女孩牛仔 小女孩这边直接一波飞啊 因为这个分段已经有那个区域选择了 所以说知道小女孩那个位置的 那么看到小女孩这边 其实也不太抓得到 小女孩一定第一时间飞啊 这边的话,等 诶,这是在等什么?等他修机子吗? 但机球手这边丝毫不为所动啊 然后 这边就是敌不动,我不动 躲在一个墙后面,球手这边先知也不修 机球手也不修 全员都没在修,就牛仔一个人 我敢修,偷袭过来 先知这边直接下板子 板子一踹,先知这边翻窗往外走 闪现第一刀 闪现开第一刀嘛 这边12秒以后闪现了 因为这个位置我觉得 他没有摇灵是追不到这个先知的 这个位置先知这块板子一拍 可以有一个吸魂 这波一个吸魂跟上来 这波捞吗?这波捞了 我转,我觉得这个屁股做 再多做个20秒要更好 多做个时机20秒 对,牛仔这边绕,绕,绕 牛仔是有博命的 吃一刀 稳定将人救下来 接受手一棒子打开 这两个大哥敢欺负我们家妹妹 你是不知道这两个哥哥有多猛 速散说,我可是第一速散 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别说,这两块板子没有下掉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操作空间的 牛仔,机首全保 就全保,让先知一个人修复 他们这个局其实一个人保不太保的动 我觉得,两个人来保刚好 这边的话一刀,可以将牛仔击倒 牛仔击倒小女孩这边的话 机首还能拖一会儿,还能拖一会儿 摇铃 这个身位 一棒子打,好的 一个摇铃,留下小女孩 机首这边的话继续 三秒钟以后下一颗球来镜头给到 他没有起爆发 这个爆发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他不舍得交 就是想等自己的这个球的CD好了以后再来打 但是刚才如果直接果断引起爆发 多拖一会儿可能会更好 现在的话,因为牛仔躺在地上面 其实他们这波一定要保很久才有机会的 这波没有能保很久的话 其实不太好打了现在 即便牛仔真的能将人救下来 我觉得也不好打 这边的话,一棒子打断这个 哇,这棒子打断但是有摇铃有闪现 怎么说 位置上面来讲,摇铃 有闪现的 闪现打椅子 牛仔没有来捞 金手来捞吗 金手来捞 有没有搏命 打一刀 捞下来,没有搏命 但金手可以保 牛仔这边也可以保 这波没有能击倒牛仔 有点可惜 不过问题不大 原因是因为穷者这边鸡子不够 挂上 那这样的话,小女孩走了 小女孩可以外面重新起台鸡子 传送,飞先知 先知被密码机点掉 他也只能来击倒这边的牛仔 牛仔要不要再来救一波 我觉得牛仔最好是走 不要去救 因为救不一定救得下来 现在最后台密码机 先知修 时间上面来讲还需要蛮久的 但是因为这个机有手势一挂 但凡能救下来 别说真有四人开门战 就是救得下来的可能性不高 倒是真的 真要救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边丢伞找到小女孩 他其实不用管这小女孩 压根不需要管这小女孩 小女孩这边的机子一定不够 因为这台机子兴起的 他只要这边击倒这个先知就可以了 先知救不了人吧 牛仔这边教自己的 我这边击倒先知 稳赢吧 还是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 穷人者这边的话 真的是打出了一些机会点 但是 毕竟是路人局 可能在配合度上面 没有那么高 这个配合 机子的话 这边要强行亮 强行亮了 牛仔 但是速伞这边是 有吸魂 他可以管小女孩这边 赶牛仔这边 马鸡点亮 过来压一手 可以选择压着这个点 看到牛仔以后 将牛仔击倒 这边一勾勾下来 船过去 有摇铃 摇一下 来 先追到牛仔 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追先知就可以 先知即便吸出一只鸟 小女孩这边跑 我们的一个距离也很远 来不及 也是尽力了 也是尽力了 落了一刀 带走先知 人挂上 这边有耳鸣 有耳鸣的话 就知道大概人在附近了 丢伞来找 这边上挂飞的小女孩 哇 这点排得很清楚啊 一个吸魂 吸到了吗 没吸到的话 这边 蓄力 还以为会打一个蓄力刀 来破这块板子 直接一刀带走 人挂上 先知这边教自己 也没办法 把这个牛仔摸起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张黄的 速伞之魂 非常优质的一把四抓 从前到后吧 我觉得这个速伞 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什么可挑剔的 不愧是国服第一速伞 赶紧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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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